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半年 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77.2% 明显要高于去年 在消费总量增加 增速加快的同时 个性化多层次高品质的消费已经成为虚实 追求品质消费的新消费群体正在形成 我们一起来看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驾着房车奔向师和远方 如今成为了很多人热衷的出游方式 曾经面向小众的房车 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大众的视野 自由方便吗 玩的时间更长 这样出来好玩一点 而且我们也更激动 身边好多朋友都开房车出去玩 今年45岁的向荣宗是房车旅居的发烧友 这是他的第三台房车了 每次长途出游回来 向荣宗都要升级一下这个行走的家 这次把这个座椅给我升级一下 整成那个皮子 包括这些东西 改个乳胶床垫 开着房车旅行 向荣宗去过了不少地方 西藏 新疆 内蒙古 只要风景好 说走就走 对他来说不是难事 向荣宗身边越来越多的朋友 也加入到了房车旅居的队伍中来 而房车的品类和配套 也变得越来越丰富 这几年变化还是非常大 你看十多年前 它根本就没有很少 现在很多人玩的比较成熟了 做的东西也比较成熟 殷浩然是这家房车中心的负责人 她对房车消费的变化趋势感受更深 销售 个性化定制 售后服务 租赁 甚至是创办车友俱乐部 只要是跟房车有关的 在殷浩然的这家房车中心 应有尽有 她代理的房车品牌 从原来的一个 也增长到了现在的21个 在殷浩然看来 目前房车越来越受欢迎的根本原因 是房车品类可供选择的越来越多 品质保证的同时 价格也越来越亲民 目前销量很好的 大概也就是多20万到50万这个价格区间 不是所谓的老百姓心里想 开房车就得几百万 非得富翁才能开 不是的 现在房车价格已经很亲民了 在殷浩然看来 客户买到一辆新仪的房车 仅仅是房车消费的开始 人性化的售后服务 加上定制化的出油体验 才让一辆辆房车 撬动起了体验的 更强的品质消费 随了就加后面吧 如何是 好 殷浩然告诉记者 开着房车出油 线路不同 时间不等 车友的开销也各不相同 他们俱乐部组织的八天甘蓝穿越自驾线路 加上油费 过路费 营地费 及食材等 一辆房车 一家人基本开销 将近四千元 带着家便能享受美食 看尽沿路风景 这条线路是我们把点提前踩好 做好保障 然后做好我们的就是相应的美食的这种或者说风景的这种的一些简介 短途周末油 长途风景油 殷浩然每隔一段时间都会组织一次 通过拉上车友深度体验 殷浩然可以更清晰地洞察到车友们接下来的消费升级诉求 成都周边的旅游资源丰富 在成都集结 从成都出发 成为了很多房车爱好者的选择 以成都西二环 作为一个房车产业生态带 那么这边诞生了很多的新的房车云地 也是最近这两年一军突起 房车要有 泄露要有 在成都 遍地开花的停靠补给点 让房车车友的出行体质得到了提升 对不对 可以 普德的这个房车营地 已经经营有一年时间了 他告诉记者 房车营地数量的增长及服务的提升 是房车消费市场下游供应链中 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 在它的营地里 从水 电补给到排污 养护 营地的配套服务应有即有 按照不同车型 每辆房车每天的营位费 在50元到300元不等 包括供水 排污 扫码用电 共享厨房 公共淋浴等服务 眼下房车的热度持续攀升 配套的房车营地 各种服务也不断升级 花比较合理的费用 停到营地里来 我体验又好 补给 年轻人的海门 我体验就会有 一种变化 毕竟的 还不断 在那里 平均整理 我体验 甚至是 我体验 我也不断 我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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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建讯 现在要做到20以上 王翔是这家房车生产企业的总工程师 消费者对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 业内竞争也越来越激烈 王翔他们丝毫不敢松懈 那么房车上最重要的可能一部分就是电器类的问题 还有一部分是我们家族安装类的一些问题 那么还有一块最重要的就是水的问题 今年上半年 王翔所在的企业自行是房车销量同比上升31% 销售业绩飘红的背后 是房车性价比品质的不断提升 更多的还是这个属性决定了它在生活的这个场景上 包括在品质上要求会更加高一点 目前这家企业的房车分为三大品类 50多种车型 价位从20几万元到上百万元不等 不同年龄段 不同消费能力 多样的个性需求 在这里都能得到满足 采访当天 记者在展厅就碰到了几位专程来看车的消费者 乘用车信息联席会数据显示 我国房车销量在2017年仅有5000台 到2021年增长到12582台 2023年1至2月房车销量1953台 同比增长18% 其中2月房车销量720台 同比增长89% 而我们中国目前我们总人口数差不多14亿人口 我们的人口千人拥有房车的数量上来讲我们有巨大的潜力 车外是世界 车内是家 房车经济拉动了制造业 旅游业成为了品质消费的一股强劲动力 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明确提出 推进自驾车旅居车旅游 形成网络化的营地服务体系 和比较完整的自驾车旅居车旅游产业链 推出一批自驾车旅居车营地和旅游驿站 随着我和公路建设的不断的发展 那么越来越多的户外旅游空间都被道路串联起来了 会让很多老百姓通过房车户外旅居生活 然后充分地分享到祖国大好河山的美考 驾着房车可以在旷野自以奔驰 而搭上游艇出海搏击风浪 也逐渐成为一个消费新风尚 三亚湾附近的码头上 停靠着上千艘品类丰富款式不一的游艇 游艇旅游正在成为三亚一张新的城市名片 上午九点码头逐渐热闹起来 成群结队的游客准备出海去感受游艇的魅力 游艇我觉得就是就是更能够离大海更近一点吧 算是秘业 三亚游艇算是我们的第一个项目 过去在大众的认知里 乘游艇出海是开销巨大的奢侈消费 现在随着游艇产业在三亚的快速发展 游艇消费逐渐走向大众 数据显示 截至2022年底 三亚已建成游艇码头四个 形成水上博位约960个 吸引游艇企业超560家 2022年三亚新增游艇192艘 登记游艇总量达1137艘 同比增长20.31% 今年上半年 三亚游艇登记总量已达到1249艘 在成功迈进千艇之城的同时 三亚游艇游已成为品质消费的新液态 我们目前已经推进了27家 租赁游艇俱乐部 租赁游艇备案达到300余收 我们也在积极推进租赁游艇的夜行试点 目前有三家租赁游艇俱乐部 取得了夜行试点的资格 根据消费者的不同需求 目前游艇租赁的价格 散客出海一次 在每年200元左右 如果包船海钓 每个人花费1500元 能海钓三个小时 游艇出海的产品也更加多样化 从短线海上娱乐体验 到长线出游海钓 游艇的配套玩法正迭代更新 趋向于定制化和多样化 我们专门的冲浪艇 专门做深度体验的 可以做远航的 因为游艇旅游实际上 它叫沉浸式的体验旅游 在三亚湾经营游艇俱乐部的 董金海 以前是做客船生意的 严重着游艇业快速发展 他也果断选择了转换赛道 董金海告诉记者 一艘游艇一天的营业额 在3000到4000元 目前 他们公司已购入15艘 价格在200万元 到450万部等的游艇 我们国内的游艇产业 也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产业链 所以的话呢 本身的游艇的价格 购入的价格就降低了 我们做的 现在做的产品 就大众化 每个老百姓玩海 看海 玩游艇 更深深地与大海做接触 在三亚 游艇全年可以出海 游客的消费热情 让游艇驾驶员成为了当地炙手可热的新职业 累计共有4500余人 通过培训考试 取得了我们的游艇操作员证书 为了更好的服务游艇消费 当地的政府主管部门 还对游艇驾驶员培训和考核 推出了补贴政策 属于重点就业人群的参加游艇培训 我们政府会补助1万元 目前从就业情况来看 前几期的培训学员 就业率都能超过80%以上 目前三亚游艇全年日均出海达500多艘次 日均接待游客3000多人次 在游艇消费逐渐火热的背后 近年来海南省和三亚市 先后出台了海南省游艇管理办法 雄港澳游艇自由行实施方案 海南省游艇租赁管理办法实行 加快推进三亚游艇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等一系列改革措施 有力促进了游艇产业的发展 创造了游艇消费的新场景 艺术消费不如大众化时代 为城市消费天柴家伙 身边喜欢看展的朋友也越来越多了 村子里也能点外卖 乡村消费升级能否迈入快车道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在距离三亚2800多公里的上海 黄浦江畔的这个美术馆里 艺术爱好者们期盼已久的一场艺术展 如愿而至 很多观众很早就预定好了门票 慕名而来 非常期待这次展览 然后可以知道这每一个作品之后的故事 就对于我们这种比较看展的爱好者来说 其实是非常让我们激动的一件事情 这些展品来自法国彭皮度中心 集结了1895年至今的 近300件彭皮度中心珍藏 涵盖绘画 雕塑 影像和摄影等各类型的作品 那么这次展览当中 300多件作品也是来自彭皮度重要的馆藏 在上海这座国际化都市 文化艺术消费正在从过去的高端小众 走向大众化 成为扩大内需和提振消费的新引擎 根据上海海关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 上海海关共完成国际展会备案55个 服务保障价值21.6亿美元展品 顺利进境参展 同比分别增长两倍54.3% 国内的艺术爱好者 在家门口就可以看到世界知名的艺术作品 现在上海的艺术品展览越来越多了 然后身边喜欢看展的朋友也越来越多了 一个个海外艺术展如期举办 满足了消费者对文化艺术消费的需求 这离不开通关便利性的提升和口岸营商环境的优化 海外艺术展品往往价值昂贵 对通过时效要求也比较高 上海海关针对性地提供了 驻厂监管免交担保 随到随报 急审急放等措施 有效提振了上海文化艺术市场的消费 我们实施了一展一指导 一展一评估 一展一方案的智慧监管手段 努力为主办方减轻了半展压力 确保静静展品管得住放得快 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 全国居民人均文化娱乐支出 同比名义增长38.5% 许多博物馆美术馆都成为了热门打卡地 数据显示 2023年一季度 全国博物馆订单量上涨198% 参观人次上涨175% 全国文化展览 在售项目同比增长29% 观演人次同比增长45% 交易额同比增长25% 预计2023年全年 我国的文化艺术品展览消费额 同比将增长10.5% 城市里的消费场景 不断花样翻新 在广袤的乡村 消费升级的步伐也正在加速 2022年 我国乡村消费品零售额 达59285亿元 这是一个消费人口近5亿 体量近6万亿元的庞大市场 你这个桶里是拌好的是吧 你先倒凉桶看一下 倒凉桶啊 种下事件 赶州北部的这个客家古镇 正在接收烈日的制考 这片150多亩的荷花基地里 无人机飞手李建峰正在进行质保作业 手持机器的李建峰 眼神却时不时会飘向通往地里的小路 似乎在挡着什么 等我外卖啊 田间地头可以点外卖 记者还是头一次听说 李建峰的这单外卖是怎么点的 他点的又是什么呢 烈日当头 如果能来上一杯冰饮 对于李建峰来说 再惬意不过了 手机上一顿操作后 李建峰下单了两杯冰饮 十分钟不到 外卖就送到了地头 舒服 是不是立马有劲了 感觉凉快了 力气地回来了 想都不敢想 以前只有县城那些才有嘛 乡下基本上都没有 给李建峰把外卖送到地头的王雍军 是银坑镇唯一的外卖骑手 今年三月 外卖平台刚刚入住了这个客家小镇 面对村镇上的消费人群和消费观念 小镇的商户们起初并不看好外卖生意 我们这我们镇上的这个就现在这个情况的话就是大部分的是留守儿童跟那个老人在家里 我觉得这个老人家他应该不会太懂得用去这个线上下单这个这个形式去点这个外卖 吴阳春是地地道道的银坑人 在这里已经做了十年的银品生意了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吴阳春还是进住了外卖平台 让吴阳春没有想到的是 村子里的老人孩子 从线上点外卖的居然越来越多 我们的姨儿的话基本上就是比之前没有做线上的时候上升了百分之二十左右 营夏村的张昭帝老人今年已经九十岁高龄 别看老人家年纪大 他可是外卖骑手王庸君的一位熟客 张昭帝老人过去一直和孙女生活在一起 2019年孙女在广东找到工作后 张昭帝常常一个人独自在家 虽然平时日常起居 家里亲戚都会过来照看老人 但愿在广东的孙女还是放心不下老人的吃饭问题 偶然和家里朋友聊天 得知了村子里能点外卖 孙女开心了好久 就很开心 然后我还发了一个朋友圈 一天不敢想 自从发现了村里能外卖也能上门 孙女和奶奶的距离仿佛被拉近了 她可以经常下单 给奶奶点餐 买水果 甚至还会点奶茶 让奶奶尝一尝 然后就是有的时候太热了 她下午就很喜欢喝奶茶 然后就可以给她点那个 一单单外卖 传递着远隔千里的亲情 也是乡村里消费升级的鲜活写照 如今在银坑镇的田间地头 大爷大妈们干着活 累了点个外卖 已经不是新鲜事了 王庸君最开始的每天 只有各位数的送单量 现在最多一天有六十几单 这个消费观念慢慢它会改变 一个是消费品质 是吧 也慢慢会提高 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 乡村消费品零售额 同比增长8.4% 增长快于城镇 外卖 这个过去从城市兴起的消费业态 如今在乡间田野上 也遍地开花 眼下 外卖平台已经瞄准了 广阔的农村消费市场 计划在全国的三千多个县市区 组建1.5万个服务区 借助一个个服务区 乡村里的消费升级 将迈上一个新台阶 商务部发布的 2022年中国消费市场发展报告显示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 居民消费呈现品质消费需求旺盛 绿色消费 蓬勃发展 健康消费 显著升温等特点 消费需求正在从有没有 向好不好转变 今天的节目里面 我们也看到 从房车 游艇到文化艺术 乡村消费 新的消费产品 场景 服务 层出不穷 我国14亿人口 蕴含着巨大的消费需求 在消费结构升级的大趋势之下 品质生活带来的新消费 将不断推动行业转型升级 为中国式现代化 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好 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 了解更多财经资讯 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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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转发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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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订阅